各位好 今次這條影片就講一個輕鬆一點的話題 有人問我說 其實如果有些人可能讀了一個學位 先再去選轉行做醫生 或者再讀醫 其實有什麼選擇呢? 在選擇讀醫的學位方面 首先講其實讀醫的學位有很多種 我們香港可能一般是學士學位 英文叫NBBS或者NBCHB 看看你是哪間大學 但是你會發覺有些北美洲的醫學院 可能叫自己做MD Doctor of Medicine 聽到是不是博士學位來的呢? 其實MBBS和MD 即美國的MD或者澳洲的MD 其實也是一樣的 但是原來香港跟英國又有MD 又有這個學位 但這個MD又不同這個MD 所以很複雜 其實我之前在Facebook寫了一篇很長的文 我放了一條link下面 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回這件事 究竟MBBS和MD在不同的地方 是代表什麼 當然有些人說看了兩三次 只想說一句 阿媽我很亂 其實都不知道在說什麼 看看大家為根有多少 想去看一看這篇文 但今天就想說一下 如果你已經有一個學位 你想轉行再讀醫 那有什麼選擇呢? 這樣 那麼最多見就是很多人 在美國就是這樣 因為美國大部分醫學院 差不多九成以上醫學院 一定不是中學畢業生 直接去讀的 一定是說你先讀了一個學位 然後呢 先去再讀這個MD 就是四年制的這個醫學院學位 是四年制的MD課程 那它呢 其實呢 你要先讀四年的Bachler 因為美國就是一般是四年的Bachler 四年的學士學位 再加四年的MD 所以就要八年才不讀 那現在有一些所謂Fast Track 即是說可能你 讀了兩年或者三年的本科 就可以直接轉到MD 這樣就短一點 那這個是一個特殊的情況 那你那四年的Bachler 其實你讀什麼都無所謂 你讀音樂也可以 你讀歷史也可以 你讀science也可以 或是讀science也可以 或是有一些是premedical 一些premedical science的degree 專門是為你準備 準備你將來進去讀醫所準備 那但是最重要呢 就是說 其實通常都會 很多人都會收讀少少 在Bachler的時候 收讀一些科學的課程 去等待 等它將來呢 轉入醫學院的時候 你會有些銜接 那如果你是說 比如在香港 一個畢業生 你說你是想去美國讀醫 那當然你的成績非常好 那這樣 因為美國差不多 很多人 每個都是GP都是爆燈的 因為那個grade inflation的問題 那另外呢 記住 有一件事就是 你去讀四年 好像很划算喔 四年就畢業了喔 那但是呢 其實呢 你入學之前呢 要考一個MCAT 即是一個入學史 那都挺難搞的 因為要考一些Physics Biology Logic Math 那些 那其實考中學的東西呢 就要花少時間準備的 那如果各位 有興趣到美國 或者是加拿大讀醫呢 那你可以考慮一下 這一條路徑了 那這個方法呢 有一個不好呢 就是 某些醫學院呢 包括美國 加拿大也好呢 他對於那個batchelor 的學識學 或者只是承認回 加拿大或者美國的batchelor 某部份醫學院是這樣 所以就算你HKU 哇 GP滿分 哇 拿很多scoach 考完第一也好 都是沒用的 因為他們是不看的 那有一部份醫學院的確是這樣 那所以你要看一看 你報讀那間醫學院呢 有沒有這個規矩 那你說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我想可能 是想保障他們 可能當地那些半科畢業生 要進回美國醫學院 要不然他們投資了很多 又進不了 那可能會有些問題了 那但是 去美國讀四年MD呢 最不好就是 學費非常昂貴 而且很多時候 都沒有什麼獎學金 需要自費的 那 我記得過往 好像 頭一兩年曾經有一間大學 那有個富豪說 我們捐助了 這個大學全部 這幾年全部 學費 我這個富豪全給了 那當時很多醫生 很多醫學生 都非常開心 在美國 因為實質呢 是非常非常貴的 那你說 那如果我不去美國了 我想去 譬如 都當香港人去 譬如英國 那又怎樣呢 那英國的 有兩種的讀醫的課程 一種就是 好像我們這樣 中學畢業之後 進去讀 一般五年制六年制都有 那如果你說你已經有一個學位 課程呢 其實呢 它都有四年制的 包括就算是牛津大學 倫敦很多醫學院 都是四年制 專門給我們 他們叫做 graduate entry 就是你已經有一個 學士學位 再進去讀 那是四年制的 那它將所有的東西 隆縮一點點 那你說會不會 說五年六年 隆縮到四年很辛苦呢 那其實都不會 因為我都覺得 其實讀醫來說 四年度應該已經足夠了 其實 那所以呢 有部份英國人呢 就可能 以前可能不打算讀醫的 可能 或者入不到 或者想轉幅 那很多時候 他們會讀三年的 英國是三年制的大學課程 然後再讀醫 可能這些四年制 總共七年 那你和 譬如你 直入牛津劍橋 其實他們都是 中學進去都要讀六年 那其實都是差一年 那你又多了學位 或者你的見識又廣博了 那所以其實呢 又不會差很遠的 那你說 那你說 多香港人都去 譬如澳洲 那 澳洲以前呢 很多都是六年制 或者五年制 跟香港和英國制 就是中學畢業可以進去 那近這十年 都轉了 全部都是說 你要先有一個 bachelor degree 才可以去 那也都轉了四年制 簡單來說 澳洲就跟英國制 開始慢慢靠近了美國制 連個Degree名都由MVBS 變成MD 那當然 其實無論什麼 怎樣都好 那其實都是 沒有分別的 畢業之後 都是可以做醫生的 那這樣 那澳洲常去 有人去讀的 就譬如說 在西尼大學 啊 麥爾本大學啊 Queensland 這些 那其實這些 都是四年制的 那另外近年 我自己身邊人 都有問 一些人都說 去新加坡讀 那行不行呢 那新加坡呢 都是三間醫學院 那其中有一間 大概十幾年前開的呢 它就是NUS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就是新加坡國立大學 和Duke 美國的一間大學 合辦的一個課程 就是四年制跟美國制 那這個課程很特別的 它只是收一個 有Bachelor degree的 那跟其他醫學院 傳統的 新加坡醫學院是不同的 那這個叫Duke NUS Medical School 那這一間呢 醫學院很特別 就是他們的課程 基本上 盡量和美國 Duke University 銜接 很相近 甚至有些 很多課程都拿回美國的 教材來教 也都有些教授 是兩邊飛的 這樣去教的 那他們的課程呢 是四年 而獨特的地方呢 他們就跟回Duke 四年 讀醫都很密 讀得那個課程很緊湊 他們重要呢 四年裏面 有一年呢 其實是full time 是做research 即是說實質 他們學醫其實只是三年而已 最有一年呢 就一定是全年是做研究 因為無論Duke 或者新加坡 醫學院都好 他們非常著重學生的研究 因為他們希望 將來畢業做醫生 你不單是一個醫生 你還可能是一個scientist 還可以去做一些research 甚至去加入一個biotechnical的 一個business 即是希望呢 整個新加坡的醫療行業呢 就不要只做醫生 希望呢 幫助到一個 生命科學的發展 那所以呢 這間大學呢 如果你報 以我所知 你都要考美國的MCAT 那都是要考美國的 就是醫學院的入學士 而且他們呢 一般修身呢 都很著重去 你有沒有做過一些research 那些 如果你以前有做research 那就非常之幫到你入學了 那 而且呢 以我所知 新加坡那邊 如果你的成績好呢 他入學甚至可以提供很多獎學金給你 但當然了 你畢業之後 可能呢 就要你留在新加坡做可能幾年 通常就說做五年的醫生 他才可以 讓你離開的 要不然呢 你就要將學費交還出來的 這樣 那講完外國了 那回到香港讀了可以不可以呢 那大家知道現在無論中大 港大兩間醫學院呢 其實都是六年制的 那當然課程會各有不同 那一般以我所知 如果你是讀了一個學位入呢 那他們會減免你中間的一年 那一般就是五年左右就可以畢業的了 那至於你說 也都有一些人 去國內的醫學院讀呢 那這方面呢 我就不是太清楚 那所以沒辦法去解答到大家了 那最後呢 想做個總結就是 如果你是想轉學 或者讀完一個學位之後 想讀醫 其實呢 很多很多選擇的 那麼多人要考慮 那個金錢 你說醫學院好不好啊 自己那個醫學院 合不合自己的一個風格呢 那你都可以考慮 那最重要的其實都不是說 讀哪家醫學院 因為最後你畢業都是一個醫生 反而重要的就是 你可能有沒有做過一些 research work 畢業之後 那個地方 能不能夠提供到一些 足夠的training post給你 因為其實讀醫最重要就是 畢業之後 那個頭一兩年 有沒有一些很好的training post 一些培訓的一個職位給你 因為你知道 踏入了這裡 入了那個專方的培訓呢 那其實呢 之後你可能轉去其他地方做 也都是較為容易 以前有一條片我可以講過 很多地方 譬如澳洲 那些 曾經都試過 就算連本地的畢業生 都找不到一些training post 很多人畢業 游離朗檔呢 就要經常每年搬城市 一時是南澳 下年是西澳 跟著是北領地 每年呢 都有那些所謂的 短期的浪training post 走來走去 都幾慘的 但是呢 在香港呢 這個情況呢 就少見一點 所以呢 整體來說 香港的training post 暫時都是非常充足的 那當然 將來的事 就沒有人知道了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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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